tint consulting 大家好 我是윤彩圈 我是李聲瑜 今年機筋30元,繼續有機筋試鏟 又有歌手在場內擺檔 為慈善出一分靈 將進熙帶大家去 i immigrants 二十元一張而已 很便宜的 買完就沒有了 快點過來幫忙一下 基緊仍踏入尾聲 其中一項重頭戲基緊市集開落 仍有可以在這裡選購大大小小的精品 當中有部分攤檔由一班基緊之聲 而賣自己設計或者捐出的精品 這種愛我希望可以傳到更遠 固然只是從中和不同的朋友 聊天和他們 講一些知識給他們 告訴他們現在發生甚麼事 有時也有很多朋友未必知道 他們現在受難、災難的事 我們透過這些活動 可以和他們認知多些 大會負責人就說 想透過這個市集傳遞基緊精神 你可以獻出你的時間、金錢 或者你一些技能去做一些事 透過這個買賣平台 都可以將你這些技能和別人交流 而買的人 他們不僅可以享受到這些產品 他們付出的 他們都可以支持遠方有需要的人 大會說市集的收益 將會捐給發展中國家的難民 除了協助他們購買糧食 還可以訓練他們的維生技能 M21news記者張俊喜報導 基緊營至今已經舉行了超過20小時 一群營友沒有食物這麼久 不知道有甚麼感受呢 營內也繼續有不同的活動 讓營友體驗男人生活 由馮樂妍報導 沒有食物超過20小時 參加者不但體會到男人的飢餓 更感受到在香港生活的寶貴 我想香港是一個生活很富庶的地方 我們應該多些 無論你有力量是多還是少 都可以付出的 那個遊戲 差不多要磨穿衣服 磨穿褲去玩 但是我覺得都 真的可以體驗到 他們逃難的時候是很艱辛的 有很多時候是不能退避的 你看到很難都一定要繼續走 是啊 會場也設有補給站 參加者出示飲品券 就可獲得兩盒奶淚飲品 和一支瓶乾水 他們也參加了不同的體驗活動 他們體驗難民失去親人的痛苦 當中我失去了一名隊友 就是他 在裡面感受到離別 那個心情其實都難過 我們要拋一些成縮去救我們的家人 但是其實我們拋摺 其實都不是很高的技巧 但是我們又想起 真正的難民 其實他們可能真的 在這麼危急的情況之下 其實他們真的想救到家人 都不是容易 最終我們那組都有五個人是瑜伽的 他們更希望沒有來的香港市民 參與下年的基近30 在富裕的香港感受世界另一端的貧窮 M21news記者馮麗賢報導 大會說今年有近一千人參加基近活動 年紀最小是個手抱的BB 她媽媽希望小朋友從小感受幫助人的樂趣 Rachel 你訪問了他們 是啊 一起看看 八個月大的書橋 是這屆活動最年輕的營友 她媽媽May說 帶小朋友來 是想BB感受到幫助人的樂趣 為什麼呢 因為我想BB從小感受一下氣氛 私比仇近有福 如果我們有能力 就盡希望幫助身邊的人 而阿May也參加了基近活動18次 令她印象最深刻的是 學會珍惜食物 有一年的工作坊 我們要試一下 遠方的小朋友吃的東西 其實我們一定不會放進口 是很粗糙 沒有味道 但他們就是靠這些食物來飽肚 你知道了之後 就會更加珍惜食物 不會浪費 另一位參加的營友阿Ann 本身是素食者 想藉著基近的活動 鼓勵其他人學習識食 大家真的身體力很癢 真的不要擔心 30小時沒有食物 會不會真的餓到死 其實真的一點都不會 其實個個都一起 不吃東西的時候 其實一點都不覺得餓 她說 今次活動很有意義 又可以幫助到其他人 這次基近30 特別新聞報導時間差不多 各位基近營友 繼續加油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神情辣